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的Part2 繼續有我們兩位嘉賓 這星期我們繼續討論街旁 街旁大熱帶的街旁 但我現在看到這個有個排行榜的東西 剛才跟大家聊過 一路大家都最喜歡就是升級 然後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你說完了沒有 我還未說完 三百萬開市我在1801那裏 即是一百位就不好意思叫你 可能那些人看頭一百個人是誰 剛好K101是我 都蠻承認 我們努力打卡 應該就終有一天 即是不能做假的嗎 沒有的 我是朋友 只要我鼻也不行 我們很誠實的 只要我鼻也不可以做假 那怎樣可以上到榜呢 我又看到 先說一下榜先 有這個 我剛剛加入的很明顯 這個剛剛加入的 這個是什麼 第一個 我看不到你們會比較熟 這個 什麼波 本周積分 本周積分是一分 現在說一下 一分 一分 其實它的計分方法 除了你打卡之外 然後它還會計算你 大家同時有沒有升到微博 比如說微博 如果有升的就會多分一點 我有拍照 有廢章 那會不會微博粉絲多一點 那就會多分一點 這樣就不會 這分數要加勞 這個呢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看回 同盛 其實香港區 你到底是排名 那現在我的排名是 一百分之外 我以為現在一百分之外 現在一百分之外 這個應該是你可能加了朋友 或者你自己打一個卡 都會自己賺了一些積分 那分是怎樣計算的方法呢 其實它有一個方法 我又沒有背熟的方法 但是總之 principle就是 你越活躍 你的分數就越高 是 就是總之 打得越多分 因為你除了打卡之外 其實你還有很多事情 可以在家庭上做 比如你上載照 你寫一些所謂的攻略 你加多些朋友 或者你打卡的次數很連 就是你一天打很多次 你會有一個標準的分數 你會有一個標準的分數 或者你同一個地點 你打很多次 就是總之有很多不同的計算方法 去拿到這些分數 OK 即是它有一些 我們做到某個 好像跑checkpoint 跑中了 我們就有一堆分 分數 分數會不會換禮物呢 其實暫時沒有 我相信 我最喜歡換禮物 其實我們最初 設定這些分數出來的時候 純粹是 給分數 就是給分數 有分有分 玩一下 你可能和朋友去比拼 但現在我們開始 都在思考著 如何去利用這些分 我們現在開始有一點實驗 就是在北京那裏 做了街旁一號俱樂部 就是你要 分數達到一定程度 你才可以加入俱樂部 進去有什麼好處呢 初步其實就是 我們跟本身 很多網絡的商戶 都有些關係 我們會帶那些街旁一號俱樂部 的一些用戶 去吃喝玩樂 之外 當然也要他們有些付出 可能他們也要打卡 還有要留言 回到那間餐廳 好不好吃 或者有什麼好玩 拍照 我們初步就是 你會引入這套到香港 香港就是那個 又是街旁俱樂部 我們未來也會有這樣的想法 準備是會做這件事 那其實國內跟香港搞 會不會有很大的差別呢 其實其中一個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 其實我看到國內的人 是玩得很瘋狂的 他跟香港 可能 香港還要一段時間搭配 比如說 現在其實街旁的APP 它最新的版本 你搜尋附近的地方的時候 你會看到附近很多不同的地方 你同時也會看到那個地方 有多少人在那裏 正在那裏 就是現在在那裏打卡 他的計算方法就是 最近那兩個小時 有多少人在那裏打卡 比如說 我現在在那裏找的時候 可能看到RTV 就會有三個人正在子女 因為我們三四個人在那裏打卡 我們發覺 有時候去了上海的時候 我們發覺 在上海看那些地鐵站 每一個地鐵站都有幾十人在那裏打卡 你會見到他們玩得很瘋狂 他們也會為了分數而去做很多事情 就是國內跟香港 香港人是否會怕私隱 香港人太忙了 我覺得是有時候 他又怕自己私隱洩露 香港小一點 我們手架多 他一說他就 嘩 追到你劈他 沒有說 我也沒有說 突然在後面 我覺得說了就會很嚴重 就是後果有點嚴重 是嗎 即是打卡的後果很嚴重 你意思是嗎 即是你賭他你賣東西 不是我而已 我比較麻煩 你派他 不就是這樣 是去玩 如果我打卡 還有很多人打電話 你可不可以帶我進去 所以我永遠都不會在一級裡打卡 還有我已經在Facebook鎖了 沒有人可以踢到我 那我第一天不會先穿下去 第二就是不要再打電話 我帶他進去 你不可以踢我嗎 你不可以踢我吧 不可以 不可以踢你 不可以踢 好啊這個 其實也可以踢 不過要你接受 對 好啊 比Facebook 我說的 你一說完Facebook很棒 因為Facebook很棒 如果你沒有在設定那裏 鎖了 說別人不踢你 就可以隨便 那個人按了你 也不知道 即是踢下去就會 其他人看到 如果你不是設定了私人 這件事是很麻煩的 所以一定 對 即是例如有班人唱歌 我喊到我馬上不開心 我這樣怎麼餓 但我看到這裏有個驚喜 有個驚喜排頭 那是甚麼意思 驚喜其實就是 有違違 是的 這個就證明這個地點 它是有一些check-in的有違 即是我不可以現在這樣硬打下去 我假裝簽到可以嗎 是不行的 基本上就要去到那裏才可以打客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最後出現了 基本上是要在那裏 大家要去那裏打 但我在這裏打 很恐怖 這個 基本上呢 其實我們如果經據商戶的要求 我們可以設定到 一定要在很近距離才行 但有些商戶其實就寧願要一些exposure 給多些人知道有這間店 所以其實就會不介意 但因為其實他真的要換優惠 他個人都要給他看 所以其實就說 是不是也去 都可以拿 那我拿優惠來做甚麼 你不去 我不是寫一個攻略說可以出錯 先打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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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但這個是 會看一些優惠是甚麼 沒錯 其實你可以按一下 按驚喜 就會看到有些甚麼優惠 那麼有驚喜 優惠做得慢一點 看不到 先打猴去 可以看哪裏都可以 放大一點 好 謝謝 放大 不斷放鬆 OK 這裡就有優惠了 我看不到是甚麼 我看看 那是 凡新顧客到電 放二手機 放二手機回收價 達到五百元以上 就可以拿到那個 iPhone 我知道是甚麼 價值198那個 放機就有一個 這些是他們跟你交易 這些是他們自己設定的 他們自己設定的 即他們就加入了街坊 就可以設定 那我可以設定自己的優惠 約我吃飯 可以請我吃飯 一定是商務 店主才可以 店主申請了認證 其實好像是個VR班 但就是給你的行業 OK 我去把商戶給你 好 好 好 很多的商戶 大量 那些商戶 為什麼你喜歡用我們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我們很自由 因為你可以 只要你不是設定太 不知道是哇 或者是煩法的驚喜 其實我們都是 煩法的驚喜 我不知道 有甚麼煩法的驚喜 我想不到 我們真的很驚喜 我想聽一下 那些煩法的驚喜 我想其實我們最好的一件事 是不能教我們煩法的 是 不要再 關咪再說 其實我們就好像幫他做了 因為譬如他買珍珠奶茶 很喜歡吸引 其實我們的打卡 那樣東西就是 好像幫他做了一個 在一個App上來玩 因為其實那些簽到可以設定 是簽到第五次才送的優惠 所以我們有很多背後可以推銷 OK 甚至是說 要三個朋友同一時間打卡 才給個優惠 三個朋友一起 快過來 快過來 即是要儲了一台麻將 我才可以入著本 類似 類似 這樣就會令到 跟熟客更加更加的 這個我們也有想過 我們也有想過 我們想的是共通點 可以這樣做 就是玩這些 但因為我之前都一直想問 因為我有玩過一個叫甚麼 Faybop 沒錯 Faybop那樣東西 也不知道是甚麼 看見他 都好像推得挺厲害的 一陣子 但這件事 其實跟你們那個 相似不相似 即是否是本地版 Faybop其實主要是一個 不是一個打卡 是一個紀錄 他喜歡去甚麼餐廳 所以其實他每一次紀錄 未必是 告訴那些朋友 那時候是哪 只不過是 我突然想起 我喜歡去那間餐廳 就寄下 以後找回更容易 而他只是 就是好像 一點點像 Open Rise 純粹餐廳 但我們就會是 甚麼類型都會有 例如 之前有主題公園 會有 髮型屋 剪頭髮內 也有優惠 我們就沒有局限在任何一個 類型 Faybop暫時 我們看到都是一些純粹 紀錄下你想去的餐廳的一個 方式 重點就是我們很講求 我們是實時的 即是你打卡的時候 你是真的那一刻起那一段 沒錯 因為那個實時的價值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我試過就是打卡 我在旺角 然後我見到我的朋友 在那裡打卡 然後他直接叫給我 你又在旺角嗎 一起出來 我又吃我的海灘 對嗎 對 就是這樣打卡 就會吸引到一堆朋友 對 我自己沒有玩過 我是那些十年 不會找那些朋友 即是聚在一起 很開心 但其實是一定要綁定了 微博 或者他們很多人玩街旁 好像我的朋友 剛才我在海關城自己買東西 突然看到朋友在旁邊的餐廳 我就立刻可以進去找 那些人會不會看到我追蹤了他 看到 不 即是 如果他是你的朋友 如果他追蹤我那些人 會不會看到我追蹤什麼人 看到 看到 因為你的朋友 即是他會不會知道 我和誰互相關注 會看到 即是一樣東西 明白 即是綁定微博之後 其實可以這樣做 沒錯 但如果譬如我現在 即是我已經有街旁這個帳 我按下微博 我要玩的時候 它是可以再給我按 其實是第一次設定了 就是把這個微博帳 或者Facebook帳 和你這個街旁的連在一起 是 那你加朋友就會很容易 不用搜尋名字 你只要按 找Facebook的朋友 哪個在街旁 我們就會成為一個名單 即是我現在都做到 我再選擇追蹤哪個 是 有一個問題 那如果 那如果 繼續 我用家不可以問問題 我繼續問 我不是說你繼續 我們有很多問題 像Facebook那樣 例如我今天 開了一個活動 我可否打卡 打一個活動 即照打那間 可能是Beijing Club 有一個活動 在外野鋪 我可否打 在外野鋪 慶功宴 可以加個名單 其實可以的 因為你的用家 其實你見到一個地點 你沒有的 其實你可以自己 可以像Facebook那樣 自己加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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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樣的 我們看到很多很有趣的打卡 譬如說 現在我們在北京 有一個超時空跳躍的地點 是什麼 就是他們 所有人在臨訓前 就會在那裡打卡 不知道為什麼 臨訓前在那裡打卡 臨訓前 他們覺得睡覺 就是一種超時空的跳躍 這個很有趣的 在香港 我們看到有些人 會喜歡打卡 亡命小巴 亡命小巴 你不一定可以在港島 在任何地方都有 但總之我那些人坐在小巴的時候 我還會打亡命小巴 就坐在那裡 但你一定搜尋到的 是嗎 其實自己打一個字 就搜尋到的 但在不同地 怎樣叫亡命小巴 是很厲害的 我想問奧犬有沒有玩 談談奧犬有沒有玩 這個我又沒有追蹤 我問一問台灣的同事 我可以爭取一下 我很想追蹤他 你有沒有自己呼籲叫他 你呢 就加吧 是一張微爆的 你知不知道 好厲害 然後這裏已經是一個版面 就加了一堆朋友 是嗎 是 這個版面就是給我們加朋友 沒錯 就是綁一些Facebook 但是看看哪個朋友 在Facebook玩 街旁 街旁 就會一次過幫你加上 其實玩著微博玩他 會好些 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個人用戶的感覺 是 Facebook已經佔據了很大 人的生活 我是微博 或者兩樣同事有玩 如果我要再處理多一塊 好像類似剛才我所說的 Facebook那件事 就是我個人來講 我個人來講 我會覺得 我又要按三個APP 即是打卡很煩 是的 我這樣做我會覺得有點煩 我們所以因為這個問題 就不想人犯了 就是在國內很多用戶 其實會用街旁來玩微博 為什麼呢 就有一個廣播 有廣播這個鍵 只要你按廣播 然後你打的訊息 就會傳到微博和Facebook 所以很多國內我們街旁的用戶 就不用再開微博 只要在這裡寫什麼 就會一次要有一個 broadcast 去所有玩的地方 就像你寫了一條微博那樣 沒錯 即不是一個打卡 就真的純粹寫一條 這個鍵是給一些用戶 不想開來開來開去 但可以打完卡 沒錯 如果你想打卡 就按回打卡 如果想說話 像微博那樣 按這個就會同步到微博 你們厲害的資訊 就是用你們的微博 都不用用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 但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是可以一樣 但我當然是按下街旁 對 對 對 最重要是這條路 如果你只想說一些很簡單的訊息 就會在這裡已經可以做到 對 就像這個人一樣 對 他就同步了一個 你不想他的微博就剔走他 所以就會很方便 其實當初你的老朋友 為什麼會想這個名字 對 街旁 還有一隻蟹在這裡 像螃蟹那樣 對 沒錯 當初他們為什麼會想這個 其實是他們全個團隊 自己想出來的 只不過他們想很多 中文的配合字 之後 他們問那些用戶 會覺得這個很順口 可能國內會比較順口 貼房 你有沒有貼房 有什麼 就是這樣 OK 因為在北京和上 我們特別是火 就是現在是最熱的 嘩 火 火 最大熱的一個 Apes 對 但是之前 上一集我們提到 究竟 全部搞都不用錢 你們怎麼賺錢呢 我們其實 我們做這個市場有兩部份 一部份 剛才就是Leo所說 和一些餐廳 商店去做一些優惠活動 我們另外一部份 就是和一些大的品牌去做 例如 和Starbucks Nike Adidas 甚至LV 我們都有和他們做的合作 就是 說 先說Adidas 之前在香港 譬如我們 檢查一些籃球場的地點 就會拿到一個籃球明星的Batch 就是Adidas的代言人 在足球場 就會拿到美斯的Batch 如果他儲齊了某幾個Batch 就會有一些 可能500元的優惠券 我經常去的 所以這些是 每年 那品牌 有這樣的大型的 campaign 我們就會有機會 拿到他們 去維園打 osob 香港是有甚麼 類似這樣的活動 在香港之前 和Naiki Adidas Puma 海洋公園3 海港城都做過 現在 是的 但我們過往一年 整個大中華區已經跟三百多個品牌合作 多數是大型的 要跟他們談好整個計劃 如何推出你的東西 連結一起玩 其實跟微博都會亂玩 但我們就會像一個現實的外線遊戲 因為微博都是寫一些訊息玩的東西 但我們就好像海洋公園這樣說 最簡單就是那時候去海洋公園聖誕節 有四個新的機動遊戲 他們想用戶一定要看完這四個新的遊戲 我們就每搜集一次都有一個徽章 即搜集的遊戲 對 搜集的機動遊戲有一個地點 例如一個摩天輪 搜集之後就告訴朋友我玩過這件事 如果去齊了四個草齊的徽章 他們就會落到我們的大抽獎 去抽一些全年的Ano ticket免費 就會對於品牌人說 知道用戶好像是在街上玩一些東西 又或者我們之前跟Starbucks 可能一個星期要去三次 才送優惠 對於那個品牌人說 都會知道用戶不只是對著電腦玩一些東西 因為Facebook和其他的社交媒體 大部分都是對著電腦 我們的好處就是 肯定的用戶是在外面的情況之下 跟這個品牌有一點點互動 好的 即是譬如我去到那個地方 去到哪裡都可以打到 沒錯 這些就是我們之前的徽章 好的 我們擺出來給大家看看 有個徽章 看到三個 之前提到海洋公園 海洋公園就是這個 那時候你拿著徽章進去 就是買門票有九折的 好的 而譬如 這個特別一點 Like 就是如果那時候在Like專門店 簽到拿了徽章進去門店 他就會送回一個 一模一樣樣的真實的徽章 給你 即是在家裡掛著 一模一樣的徽章 那個用戶就會覺得很多人 剛剛簽打卡完 就拿到一個真實的一模一樣的東西 他又可以很漂亮的 但徽章的概念 其實也是跟微博的徽章的概念 其實微博是抄這個 是的 因為徽章的概念是 我們這類型的apps 做出來先 好的 即是開始 都還不是他們的 是的 即是 即是 儲徽章 也是一個collection 這樣做出來 就令到更加好玩 在一個 offline的情況下 那有沒有那些 猜你喜歡的那些 即是甚麼 不明白 即是例如 你經常去看某些 例如我經常看著一個 例如我經常看著一個 例如我經常看著孫耀威 然後孫耀威經常跟幾個人互動 他就會猜你會不會喜歡那幾個人 然後經常推薦那些人給你 即是例如我經常都在這裡打卡 那你會不會再推薦那些朋友 有有有 如果你有訊息 我們最新的app 都會看得到 有一個位置就是 推薦一些朋友給你 就是覺得你也會喜歡這些朋友 這樣就會很容易加分 這個很好的 這個 加朋友 即是你推薦跟別人 你還沒認識他 我們經常去這裡喝東西 然後推薦了 你就是這個人 你可以拿著app 去跟別人說 很浪漫 拿著app去追求女 因為現在新的app 是叫Skull Skull的app 就是玩這個東西 就是這樣做 對 但就不是打卡 你們知不知道這個app 有 我們不知道 但其實很多人 都用我們這個app 好像認識女生 例如 譬如 我每天都在那間starbucks 因為剛才你們找 看到TV打卡卡的有 Leo錄我 那你其實就馬上可以加我 譬如你經常去那間starbucks 看到有個女生 經常都在那裡打卡 你就可以在那裡跟她搭 這樣加我 對 對 好花的圖片很重要 所以 好花的圖片很重要 好花的圖片很重要 所以我不是不停問你 看版本很重要 沒錯 好花的圖片 就是先看版本 不知道她的名字 是 因為你也可以加完去朋友 你也可以看到她平時在哪裏拍照 哪裏畫 哪裏打卡多 那你也可以猜到 有些什麼common topic 我可能經常去海洋公園 你都會看得到 即是如果 如果 在樓上樓下 你有沒有遇到美女 在家裏自己打卡 遇到旁邊同一道大廈 你會比較意識 同一樣的道理 沒錯 即是可以這樣 我想都沒有想過 我想都沒有想過 想都沒有想過是可以這樣做 地下天封著他地鐵站 那我才會說想 咦 你又在那裏上車嗎 初次我沒有想過 打卡的功能可以 細緻到 一層的地方 我沒有想過是可以這樣 即是現在是否那個技術 已經做到 可能可以看看NFC 其實我們 如果你平時打卡 就未必是超準確的 因為你的GPS 可能點錯了你的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有個最新的技術 剛剛推出的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好像 八達通的功能 因為將來 所有手為電話 都會有一個叫NFC的 一張機器 盛傳iPhone5 都會有 那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到時會有一張海報 連一張貼紙上面 叫NFC的貼紙 我們一定要 把電話放上的貼紙 這樣才會打卡 我們就肯定 那個用戶 在正你這個位置 才會打卡 對 那現在暫時 Samsung Galaxy 2 就有 還有Google 那部電話都有 但是 接下來這半年 陸續的手機都會有 好像Locky 我換iPhone5 換就換這樣 為了解釋 我換iPhone5 好 如果每個人都這樣 我沒了解釋 我沒了解釋 就很醜 你沒有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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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會放在店裡 沒錯 直接放在店裡 你的電話就是一個 讀者 拿不到這張我 是的 是 周圍操 沒錯 你也可以去吃男生 可以讓我先釋 好 這是很創意的用法 你可以想一下街房 怎樣再創意一點 可以請你做官 真的要給你做星級用戶 你們說的 節目為證 你都說得明白 我有沒有分辨 我一向都會偷他的光 嘩 你可以加上我 這個技術已經是有的了 沒錯 其實是上兩個星期 剛剛跟Locky 一起開啟 因為第一個品牌 大型推薦的技術就是Nokia 就是Nokia 沒錯 我們就會跟著去做 接下來下半年 可能有一些一線的品牌 都會陸續推出 我們到時會有新的活動去推廣 但是現在這個App 已經是做到你的功能 沒錯 但是唯獨是 只是一些機味未能配合 即是軟體上全部都做得到 沒錯 那就可以取替了傳統 我用3G網上打卡 是的 最後你也要上網 對 多於上網 因為最後 都要傳到 對 都在之後再傳到 對 不過很快捷很方便 也省時間 不用開GPS去找你 連找地點也不用 是的 但會不會真的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那個私隱問題 即是你不想避免到 打了卡 對 打錯卡 那就要看看當時的優惠有多吸引 譬如我們第一次跟LikeK合作 沒有人聽過街牌 但因為他送了一件T恤去外面買不到 限制版本 那些人未聽過街牌都要打卡 香港我再做一次 那是國內做的 國內做的 上海做的 即是香港現在在麥朗銀河做的 我們前幾個月其實也有 不過就 看到我的老友在上海的Angelo 大家知道Angelo是上海 我可以駐北京還是上海的Like的Angelo姐姐 我的同事應該認識 我的同事應該認識 她很有名的 我可以這樣刮掉她 接下來香港又有一個人 但那個海報是怎樣的 即是整張海報有一粒硬件 其實它是很小的一個 你可以放進一張圖片 放進杯箭放進去都可以 即是你會有遲點可能 那些品牌還做好創意的東西出來 去玩都可以 我突然想起會不會引申了問題 你那粒東西看不到 我那部機器不知道自己刮了什麼 一放進去就硬性刮 刮完之後你要按多一個按鈕 OK 確定你一定是想打卡 只不過我們就不用你再找地點 反覆 但很容易可以幫男朋友打卡 幫忙 最適合你 他之前我們講過一個小三的話題 是 我明明是小三是 是 so sweet 吹什麼 BB很帥 在我對面 不斷幫她打卡 就是搞定了 對 他不知道那種貼紙 你真是非常有創意 麻煩兩位真是 嘟嘟她 嘟嘟她做明星榜 我們名人榜 好多謝兩位 我們今集就差不多了 有機會再請大家上來 好 多謝 追蹤我的粉絲 追蹤我的街頭 追蹤我的街頭